一件衣服你会穿多久 快时尚的背后背负庞大的污染及人权问题 而静思经设法师的一件袈裟 破了载捕延续雾名 从生活细节探讨环境变迁 一根竹心的智慧 是静思经设法师们生活经验的累积 让善青年们亲自体验 经设日常的环保庙招 还有团队合作以节省水资源的方式整理浆簧 让学员真正学习到环保从细节做起 去体验一花一草所带给你的每一个很深刻的意义 那对于这整个环境的气温啊 然后一些的变化就会变得比较敏感 那这样子渐渐的你会觉得说 就是其实大自然带给我们很多的智慧 就不会去破坏这个环境 他们也用更贴近青年的创意 演绎父母恩仲男报经的桥段 认识经典的内涵 身体力行 发扬善的力量 扬善青年 大步向前 大海新闻 县雨伤 邓明怡 花铃报道 大海新闻 到 铃报道 三冰